天堂公园偶遇一位打快饱的老哥给我们说了一段 结尾抖包袱挺有意思的 您也来一起听听吧 现在不行了没有气力了跟不上 以前那会打的 65岁以前还行 你今年 71了 那不像你这个 不像不行的 就是胡子长 但是你面部不像 那不行 那是假的 美颜 还小的记录一下 说有一个先生他姓姚 天天在湖边打并小 这天跑来了一个小伙 着急忙碰把大大夫叫 大夫 我问您这个打嗝不停吃什么药 打嗝不停 就是了这样 姚待会一听微微笑 小伙子 这个病 你找我算找对了 我治这个病 不用吃药 不吃药 那怎么治 你闭人眼 小伙子刚把眼一闭 一个嘴巴挨个这种招 哎呦 你怎么打人呢 不是打你 这是我治这个病的一个妙招 我先让你闭一层眼 分散你的注意力 然后再猛接你的什么墨招 小伙子怎么样 你这个打嗝的毛病好没好 有只有小伙子 补着三半只直ads 什么也带我 我说给我爸爸来瘟药 再见 真棒 谢谢 嘿